在上世纪70年代巴黎车展上 路骨缆胜的第一次展出 就开创了全新车型类别 豪华全地形SUV 一经退出就是王者 时至今日 它依然是路骨家族高端运动的代表 基于PTA豪华横置发动机平台 打造的全新一代 缆胜极光L不仅是继承了本胜的DNA 在传承经典的同时 它以更加年轻时尚的姿态 重塑豪华SUV的标准 这一次它增进了更多的缆胜元素 也把豪华度再次进行提升 可以说缆胜极光的每一次升级 都是一组碎片 这一次我们在北京车展路骨的展台上 那么2024款的全新缆胜极光L 又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惊喜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颜值部分 个人觉得完全不需要再多介绍 它还是那么的经典和能打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其实2024款 它也是登下了不少新的一些变化 首先就是关于一个配色 桑哈这一次是新增了一个 大羽山桶和瓦雷泽兰 这两个颜色一加 让我觉得就在它运动的本身 多了一丝优雅的气质 另外你会发现 它其实拥有了更多 像缆胜的一些元素 比方说你看一下前面 这个加大的黄色型的格衫 还有20英寸石斧亮光的生灰 壮色钻石切割铝合金的轮毂 还有全新设计它的伪动团 其实都会和蓝胜系列的车型 是血脉相成的 尤其是什么呢 它的HSE的一个宁光限定版的车型 它采用的是什么一个 亮光阿特拉斯的一个车身设计 和这个字标的巧妙结合 就你会发现它这种设计手法 是源于蓝色的一个运动版 体现的是一种什么 减法美学 而且它的这个现定版的配色的灵感 也是来自于像是鸟类的羽毛 流光溢惨的这种渐变的光泽 就让这个车突然有了一种 时尚配饰和奢侈品的感觉 而且它有一个更加细意的 香槟金色和灰色的这种搭配 就不是过去那种高对比的色素 现在呈现出来是一种低调的高车的运动感 让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妥妥的小懒舍 那拉开车们 我们现在做到内饰 我觉得相比外观 它的内饰的变化 真的可以用焕然一新来形容 非常的大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 非常简洁垂直的一个中控设计 再加上它这个非常巧妙的 一个曲面屏的设计 大家仔细看 它其实会有很多细节在里面 就是它其实为了融合整个车内的设计 整体的一体的这种美感 你会发现它这个曲面屏 其实边缘都是进行一种隐藏式的一个设计 就让它整个车内的感觉 更加的有一体的美感 所以就非常的用心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飞机挡杆的换挡机制 加上就很有大哥懒受那个范儿了 而在宁光现代版车型上 不管是它的视觉还是它的触觉 其实都把这种豪华是发挥到了一种极致 仿佛就像是英国皇室成员开车循接的那种感觉 你会发现从方向盘 门把手这些触感的地方 都是用豪华的这个温纱真皮进行包裹的 它的触感也是非常的细腻 而且我坐在这就感觉它整个的座椅非常的厚实 包裹感非常的好 而且新增了一个鱼骨文的图案 就让它的生活增加了艺术个调 而当然对于年轻人来说 无论是视觉还是触觉上的这个提升 其实都比过什么智能化的进步 刚才提到这一块全新的11.4英寸的 一个悬浮式的一个曲面的触控屏 其实就是原先替代了它二三款车型上 双10.2英寸的一个触控屏 一并替代了还有什么 像中空台这个物理的按键都没有了 从空调还有它的驾驶模式 还有音量调节 全部都融合在这一块全新的触控屏当中 所以是真正实现了一站直达的一个精简操作 而且我跟大家说 这块曲面屏不仅是同级唯一的存在 尤其是在它的各方面的响应速度 操作的这种流畅性程度 我觉得它的封电率上都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全新的蓝胜机关L 它搭载了一家的娱乐互联系统 大家其实也能够发现 它根据国内的用户做了一些本土化的设计 像815的芯片也是追上了 现在主流的一些智能的节奏 再加上安卓11的车机系统 你会发现它这个里面的像微信 QQ音乐 网易云这些APP 都是直接搭载的 所以这个我也是觉得 这一次全新蓝胜机关L 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那刚刚我们体验的是它的前排的表现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买SV 它的空间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 那全新蓝胜机关L的这个L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轴距进行加长了 相比海外的一个标轴板 它的轴距是加长了125毫米 后排空间更是达到了1015毫米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大长腿 在这个里面做的还是那么的轻松自在的 对不对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呢 我非常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它的这个头枕的部分 你看它这个飞翼式的头枕 就整个看上去非常舒服 另外一个它这个后背的角度 其实是可以进行调节的 而且是电动 所以我觉得整个做起来呢 就是非常的惬意和舒服 虽然全新蓝胜机关L定位的是一个中期SUV 但是我觉得它把大哥蓝胜的那个范儿 拿捏的是非常到位的 作为一款年度改款车型 那很显然24款的全新蓝胜机关L 也是下足了功夫 我们可以看到它从内到外 其实都进行了一次蜕变 在我们看得到的颜值还有内饰上 其实都更加趋向于蓝胜的一个气场 而且还有更环保的座舱 以及大蓝胜同款的一毫米的工程 而在动力和路虎引以为傲的ATRS 一个全地形反馈的这个系统上面 更不会让消费者失望 所以全新的蓝胜机关L 不只是一个史上的符号 它传承下来的还有蓝胜DNA的一个基金 因为它无论是穿梭在城市的繁华路段 还是踏上未知的这个探险之旅 都能够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支持 不再是一个什么简单的交通工具 更像是代表收获方式的一种选择